整個香港社會不單要面對疫情示弱 還要面對各種經濟問題 教會也不好過 前一陣子有媒體指出香港的神學院收生不足 現在又有報導指教會有不少的教務退休或是移民而流失人數 背後隱藏對未來牧羊的擔心 其實解決方案真的事多著的 只是教會不容易接受改變 一直都想走一個人就要找一個人回來替代 教會的目跡的繼承問題不是今天才發生 教會一直都是愛理不理 當有同工提出離職財急就將去找人回來補償 沒有什麼人才發展計劃 也沒有系統培育人才的方案 相反教會的同工因應神學院的鼓勵 進修一些沒有什麼用的碩士博士課程 也是跟社會一樣多一張證書 找工作也容易一點 到底是缺乏有神學訓練的人在職場上面找工作 還是教會將招聘的條件定得過高 其實值得教會細心思考 我們秉承上一回方向 使用傳統教會處理問題的角度 指出教會的幾人優天 妄顧上帝的主權 我們的結論就是沒有有怕 不關你事 若我們用傳統的角度來看 教會的目者是上帝簡選的 是上帝呼召的 現在上帝不呼召 關興何事 會有無資格去評論 二 若教會是上帝的 沒有人工作者是上帝的事情 上帝不出手 大家就不用插手 我們又不是上帝 不應插手上帝的事 三 為何現今教會的目師傳道人 這么沒有信心的 只要將問題交回給上帝解決 只要等候就有一個答案 你喜歡不喜歡都有一個答案 四 教會只要放棄一些無謂的活動 少一點人手也沒有問題 等待吧 當人走到盡頭時 就是上帝的開始 這些不是我們過去教會 處理問題的方法嗎? 不服氣 不關我事 我只是說出過去的慣例